大家好,欢迎收看2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地区各地的农会 在21号是进行了第一阶段 农事小组长、副组长以及会员代表的改选作业 选举方式比照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 不过在今年有些地区老农凋零 影响着阴选代表的人数 对农业的发展更是有青黄不接的现象 间接影响着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 各地区农会在今日进行基层农会干部改选 选举方式也比照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各地区警务人员也严正部署 同时强化各项治安整备以及维护工作 确保投开票过程公开、公平以及公正 特地坐轮以来投票 今年凤农地区农会代表是同俄竞选 应选出36席 而寿丰乡农会参选代表人数46位 应选42席 值得一提的是老农的凋零 18届丰山村农会代表原本是6席 由于会员人数减少 只选5席 也间接影响着当地农产的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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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